你不想信耶稣吗 这个神这么伟大 这么棒 这么好 这么有能力 不是只是关乎我们个人 而是可以改变一个地方 而且可以 我私底下问过县长夫人 那你下一个阶段 你的安排 他没有说我要跟上一阶 他没有说我要去跑到 甚至屠大卫 他们说要看神的带领 所以真的 真的太荣耀了 好不好我们再次把掌声归给你 我们真是祷告说 神啊你要在我们的国家做新事 你要在我们的国家做大事 今天还有一个奥秘 我因为了解县长以后 才发现我们今天是成功高中同学会 我跟县长是同届的 对我是国业车社长 你是1959的尾 我是1960的头 我跟寇慕师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同学 就是祝皇节执事 我们都是成功的 非常感谢主 那个遥控器可不可以给我 我要很快的交代了 然后让大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决定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成为基督徒 我们要来跟随这位荣耀的神 因为祂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 有那个遥控器 其实我在做这样子的 了解这个聚会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中是非常激动的 县长曾经写过一首书 叫做勇敢不一样 我不知道在经过这样子的 整个的见证分享的时候 虽然时间真的是不够 你有感受到神正在对你说话吗 你知道我常常当我跟人家 分享这个信仰的宝贵的时候 大多数人他们不是故意跟我回呛 说没什么 你不要跟我啰嗦 或者甚至我跟一些弟兄姊妹 基督徒来分享的时候 大多数人的回应是什么呢 真的是这样吗 神真的能够吗 其实我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说不是 那是违背我的良心 但是如果我说是 当然是 那他们会反问我 那牧师我怎么没有看到 也许我们可以封为一些国外的一些事迹 可能会有一些少许的个案 暂时的好像花开了一下 一个季节过去以后就没了 但是感谢主 当我在透过各样的媒体 来关注整个神在台东 透过黄县长夫妇 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时候 我感觉到神在对我说话 神说我是凡事都能 能够使使人复活 使无便有的神 太多的事迹 今天是真的不够 不够时间来分享 太多 太多的奇妙 你知道 县长我要跟你讲 我在看那些 你所分享的这些东西 我是边看边哭 我真的以我的弟兄为荣 但是我不只是想到一个弟兄 他是不是能够这样子来绽放出 神给他的那个带领 那份荣耀 而是我想到的是 我们国家是不是都可以 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祝福里头 是不是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人 你都可以进入到 这样子的祝福里头 你都可以从一个 你对神可能懵懵懂的 光景中间 然后你经历神 然后你可以踏进这份 一种的使命感里头 你知道圣经中有说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 死人复活 死无便有的神 我要快点讲了 大家一定会说 哈利路亚 阿们 赶快讲完 我看圣经也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其实县长所走的路 就是一个信心的路 并不是看到 这个台东县很有未来性 很有潜力 很有资源 很有各样的祝福 所以我赶快来抢这块肥肉 肥缺 不是 当他进去的时候 其实那是因为 有一种的使命 有一种的 对乡土的爱 最后神把它升到 更高的层次 就是从神的眼光 来看现在的机会 我应该怎么去把握 所以我非常的感动 神坐在的 他说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亲爱的来宾朋友 你若信 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 神能够使死人复活 神能够使一个最平落的县 成为现在台湾的骄傲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神正在我们的国家 做祝福的工作 改变正在发生 而且这个不只是改变 是一个不一样的 一个改变 你怎样看到 不光是一堆漂亮的数据 傲人的成就 而是 我觉得我看到 我这样子一直不住的 关注关注 我看到的是整个 这个整个一个价值观的 恢复跟开发正在发生 我看到的是一个 潜力跟梦想的实现 我看到的是 台东的魅力开始展现出来 当我们走在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事情 也会临到在你身上 台东人开始有一种光荣感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 闷昧以求的事情呢 我们不是只是活着而已 是不是 不论你现在这个时刻 是不是基督徒 大概这个 你不会只是为活而活 你不会只是为了内口 那个肚子饱足而活 有一个更高的意义 在你的身上 到底它有什么不同呢 我就很快地做个整理 我发现在 台东所发的感变是来自于一个死命 一个好像 一个看不见 但是一个呼召 发动在县长 县长夫人的身上 然后是一份对乡土的爱 而且他们坚持做对的事 这跟很多其他的 一些政府的首长 一些各县市的首长 是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做对的事 所以它带来公义的彰显 就是因为我们做对的事 进入到一个神所喜悦的公义 我要告诉你 神一定会来彰显祂的荣耀 神一定会来回报 当我们行在神的公义中间 所能够带出来的结果 而且他们不是只是说 尽力做 用力做 他们是用祷告 来推动上帝的手 大家阿们吗 所以祷告就让神迹发生 就让神都情不自禁的 好像去被这个城市 这些敬虔的人 一个愿意谦卑自己 呼求神的人 我要告诉你 就算你今天不是基督 如果你今天愿意 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神今天也要向你死人 神今天就要让你 亲自经历到 祂是怎样一位不一样的神 祂可以带给我们 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我刚才看到一个改变发生 就是整个心思意念 整个的眼光的改变 从此看 一般人都只看到自己的没有的 当在台东发生的一个故事 是什么呢 是他们看到 好像忽然 当他们祷告的时候 他们忽然看到了 他们有的东西 然后当他们好好的打点的时候 就成为不只是台东的荣耀 说实在现在 真的是台湾的荣耀 我们现在真的也很喜欢 你再次把掌声 对给我们的神 我也看到这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的奥秘是出在哪里 是一个手掌 他生命开始改变 这个生命改变 使得他能够超越 一般的政治人物 他们对民 对利的那种的所求 然后我看到他的渴望 跟着改变 现在就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事 来宾朋友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 神带来的不一样 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意思就是说 是变成一个新造的族类 我们不好意思 在现场身上再多做文章 但是他这样子的现身说法 让你真的要说 神很伟大 当你可以感受到 发生在我们弟兄身上的 这些故事的时候 你可以不得不说 神真的很伟大 他可以让一个 已经非常让人羡慕的人 释放出更大的 祝福跟能量出来 而且走在一个 更卑微的道路 更艰难的道路 而且不怕那份挑战 你要告诉我 我要跟你讲 这是因为我们的神 是一位伟大的神 你应该要来投靠他 你应该要来跟随他 你应该也要 自己有这么一个故事 让神写在你的生命中间 虽然我们可能在社会中不同的角落 我们有不同的背景 我们可能不像现场一样 可以出国留学 但是我相信神 仍然能够带领我们 做很多的事 就像现场自己也说的 叫做我们的光会造出来 很多人连这个光都没有 但当我们来敬畏 侍奉这位神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朋友 你的光会开始出来 你的生命的光会开始出来 那不仅是关乎你的荣耀 而且你能够照亮 这个整个全家的人 你可以照亮别人 你可以在黑暗当中找到路走的 你可以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仍然神要指示我们所当行的 你就能够把这个荣耀来归给神 神带来的不一样 因为神本来我们就是神的手中的工作 祂要在基督耶稣里面 来重塑我们的生命并且叫我们能够行赛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你也可以不一样 那为什么我们也可以不一样呢 因为你要知道 这本来就是神对人类的终极心意 在创世纪那边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与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难上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治理则地 亲爱的朋友 你可能听过创世纪 但你从来不知道创世纪的意义 创世纪就是告诉我们 神原先设定在祂所造的 这个最尊贵的器皿 在人类的身上 你绝对不是动物的进化 而是神独特的创造 而且在你的生命中 神说你是照着神的形象 按着神的样式所受造的 那到底这个有什么意义 然后祂派我们来治理这地 你在这个整个台东的故事中 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那个神的形象跟样式的 一种很现实的 很写实的一个彰显 所以你知道在人的里面 会有一种动物所没有的特性 就是什么呢 我们会寻求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你同意吗 人类很奇怪 我们被人家羞辱的时候 我们不舒服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种 独特的尊贵在我们的里头 你拥有 你知道那个神的说 按着我的形象跟样式 其实就是 祂赋予我们一个卓越感 祂赋予我们那个开创性 祂赋予我们那个 神圣的一种道德感 以及宗教的群操 那个宗教群操是关乎我们 会寻求一个永恒的价值 所以过去你可能只是 在不同的宗教中间打转 去摸索一个让自己能够 过得心安理得的 但是其实你不是只是 那么卑微的生活 不是只是熬完 这个几十年的一个生涯 他甚至好一点 长命一点 熬过一百岁 其实你 因为你是按着神的荣耀 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其实你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 你跟旁边人讲 你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一样 也可以不一样 你知道 我们没有那份神圣的感觉 好像牧师你所讲的跟我好远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要直白的跟你讲 因为我们远离了神 我们离开生命的源头 当我们离开生命的源头的时候 我们就像一个迷航的太空船 我们飘移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 我们不知道自己该飞到哪里去 这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如果 能够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 我怎么样跟这个生命的主 创造我们的上帝 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其实弟兄姊妹 以及所有的亲爱的来宾朋友 也许你是第一次来教会 也许你来的时候 其实只是为了 捧场你的朋友的邀请 但今天你心里非常地幸运 因为你可以明白 关乎你生命的永远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回家的路告诉你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能够回到这个生命的主 生命的源头那里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这位生命的主 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祂 并且看见祂 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 接受祂 接待祂 做我们生命的救主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在施加上的工作 我们就能够开始走回那个回家的路 因为到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回到了神的里面 另外一段声音说除祂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这么宝贵 因为有人替你付了很大的代价 你知道神是圣洁的 是公义的 祂非常爱我们 很多人都在强调上帝的爱 神确实爱我们 神非常爱我们 非常怜悯我们 但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 所以你知道在神的圣洁中中 我们毫无地位 不是神不想触摸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祂的面前 而怎么去突破这一个呢 我要告诉你 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这么宝贵 因为就是祂 耶稣基督 为你付了犯罪的代价 因为祂为我们付了 我们不能够跟神 能够接上轨道的 那个沉重的代价 再来就是 要得着主耶稣基督 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 为什么配得称为福音 因为不是靠你的努力 你神所定规的方法是什么 信心 你要相信 你只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神要的就是你对祂的信靠 你只要承认耶稣的名 你愿意信靠祂 你就会回到跟神的接轨的道路上面 为什么配称为福音呢 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方式 是神能够揭示的方式 神喜悦用这个方式 一面尊荣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一面让我们能够回到 在恩典跟怜悯当中 能够回到祂的面前 所以透过救恩 我们就可以罪过得着赦免 我们可以穿上 披戴耶稣基督的公义 我们能够领受一个新的身份 一个新的关系 跟新的生命 所以能够改变 能够不一样的机会 现在就已经呈现在你我的面前 今天的县长的分享真的太精彩 他们的现实 台东好男生的现实 也是非常的精彩 一再的都好像让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繁忙的生活节奏里头 好像我们重新有一点触摸到天堂的感觉 神正在做一个祝福的工作 在我们的当中 我要很快的 要来给大家一些的机会 我们去思想 是不是今天就是那个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的心中是很激动的 你说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信仰真的可以带来这个果效吗 我们今天所介绍给你的 不是一年的保证期 是用九年证明的 而且它是由许多国内外的 这种专业的机构认证过的 一个台中的突破跟成长的一个时机 甚至我们可以说 它是神赏给我们台湾 赏给我们台东县的一个神机 我不知道你看过去还是看过去 那是他家的事 那很可能就是 因为你不明白 神乐意把这样子的祝福 也要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神不愿有一个人是可怜的 神不愿有一个人是做客旅 神不愿有一个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耶稣基督的救恩 只要你愿意相信 今天就可以来领受 你只要愿意照着神 要拯救我们的方式 你谦卑自己 愿意接受这份祝福 其实今天就是你踏上回家的路 开始进入到与这位生命的主 与这位创造我们的神 与神的卓越性开始连结 与祂的开创性开始连结 与祂的那个超级的道德感开始连结 与祂的那个永生的意义开始来结轨的一个日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切的丰富 有一切的丰富 所以来宾朋友 也许对你来说今天的信息很震撼 但是好不好你也可以给神一个更震撼的事 就是你跟神说我要 我虽然只有今天的经历 但是你可以跟神说 我要 我要定你了 我愿意进入你赏给我的日子 我不愿意再做一个局外人 我不愿意再在外面的世界漂流 我透过这样子清楚的见证 甚至如果你还要得激励 你可以去买那个书再来看 你可以上网去 可以看到现场在各场景中间 为神所做的见证 各方面的采访 我相信这些的故事都会激励你说 我们的神真是那位又真又活 而且是信思怜悯的主 祂没有望进台东 祂也不会忘记在台北的我们 看起来我们在大都会区 但是我们可能 我们的光景很像过去的台东 我想今天是神要翻转的诗歌 好不好 我们借着这首刚才他们献唱的诗歌 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要借着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一点思想的时间 为求圣灵现在就来感动你 甚至是包括灰心的基督徒 好不好 我们不要再心怀恶意 好不好 我们可以往我们发生的时候 那个疲累的生 再一次的向我们的神举举说 神啊我要回到祢的面前 我今天不是来看戏的 我想要接轨于祢 我想要回到祢生命主的面前 我要经历祢给我的开创性 我要经历祢给我的卓越 我要让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 能够涌流出来 亲爱的朋友来宾 基督的你的形象 神的形象和样式 怎么恢复在我们里面呢 神的办法就是靠着耶稣基督 和圣灵的大能 神要恢复祂的荣耀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 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个故事就要展开 这个关键的时刻就要来到你的生命 你人生的转捩点 现在就要发生 我曾经在小时候出现在教会之后 我觉得这个信仰好像没什么 只是吃吃喝喝玩乐 好像很好 但是后来就 一直到我到大学的时候 我就遇见了祢 你知道遇见祢的时候 我的电动影 电玩影马上就断掉了 你知道我玩的是很厉害的那种 是拼重玩几局的那种功力的 但是就断掉了 我生命的意义找回来 我就开始读书 我是用两年读四年的大学 然后当我毕业的时候 我可以拿到八十份 你应该知道 神在后面两年做了多大的事 在我的生命里头 神可以翻转 神正在翻转 所以我感谢神 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神 说神如果你愿意 你愿意使用我 我愿意做你的仆人 所以我成为牧师 很多人说你好清高 哇 没有没有没有 我所做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因为神做的更多 神做的更伟大 如果没有神 我不知道我现在变成什么样 亲爱的朋友来宾 没有神 你现在可能还是这样 但有了神 我相信一切都要改变 因为在耶稣距里面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你要成为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了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就想要 我现在就要想要邀请你上来 如果你今天 我要跨越所有的过程了 因为故事已经够精彩了 我不相信圣灵现在没有感动你 你只要是一个稍微有一点聪明的人 你就是说干嘛我要错过这样子的神 这个神圣的诗歌 干嘛我要错过上帝的一个邀约 干嘛我还要在外面做浪子 干嘛我还要做一个一般的人 我要把神的荣耀跟形象样式 活在我的生命中 我要清尝这位上帝恩典的滋味 好不好 所以不要犹豫了 不论在一楼 在二楼 在其他楼层 或者在福音中心的 我要跟你说 来到神的面前吧 让我们一起欢喜快乐的 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吧 虽然有辛苦的路 但是坚持做对的事 你也要在这个时刻为你自己的生命做对的事情 而且一直对下去 一生对下去 然后有一天我们可以跟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可以交账 所以不要再耽误了 不要再犹豫了 可能太多的故意 难道现场信主没有顾虑吗 神会开路 让神继续做其他的部分 你不要通通想好了才来信靠主 你就交托 你就再信他一次 信得更过瘾一点 信得更深一点 信得更澎湃一点 让神可以在我们生命 无所不能的神在我们生命中 没有任何的困难 没有任何的拦阻 能够妨碍我们来跟随祂 来信靠祂 来做上帝的儿女 好不好 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要直接邀请人 我要直接邀请 基督徒我已经不能够雇你们了 我要直接的邀请 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愿意接受这份祝福的人 你现在就 在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就赶快到前面来 好不好 我们陪祂的人 还有陪伴祂来的人 你都一起来吧 一起来的 陪着祂 一起走这个永生的道路 一起来经历上帝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还有更美好的未来 还有荣上加荣的末了的结局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好不好 你就开始移动你的脚步 不要迟疑 圣灵 你的心脏那边蹦蹦蹦蹦跳 就是圣灵在感动你了 如果你说 就这已经圣灵在感动你 你不要再放着你自己 好不好 我们鼓掌欢迎他们出来 二楼的 赶快 你如果二楼的愿意出来的话 你就站到我们中间的那个走道 好不好 从我们的位置上出来好吗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站在大海边 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 赶快出来 赶快出来 四楼的走到台前 走到你的楼层的台前 在福音中心的 出来吧 我真的为不阻导 想回车 小时也没人知道 到前面来 因为我要为你们 带着你们一起做一个 绝止的祷告 不要错过这个时刻 我们聚会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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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前面走到神的面前来 走到神的面前来 将成为主恩典的祈祷 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 为所有今天愿意相信耶稣的人 来祷告 来祝福 我们永远需要这样子的伙伴的关系 能够看到神的工作 赶快到前面来吧 不要再犹豫了 这不是一年的故事 不是两年的故事 这是九年的故事 这是现场祂一生 神默默的引导跟带领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让我们信靠主耶稣 得着与神关系的恢复 祂是我永远的依靠 走过地路 赶快到二楼的 也站起来到我们的走道 或者你甘愿的话就到前面来 不要再看别人 神正在呼召你 你的信心就是你的脚步 用你的行动 来向神表达 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 我不知道我受造的奇妙 但今天我听见了 我愿意回来 浩瀚的宇宙中 我愿意成为第二个 第三个像黄县长一样 来经历你的人 现在就是时候 在楼上柔层的 在福音中心的 不要耽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请神告诉我 一切好不看见了 我所有挣扎 不要在你的位置上 到神的面前来 用你的脚 用你的行动 来告诉神说 我已经相信了 我愿意接受你在我生命中的祝福 让我哭求 耶稣听见我的道德 前来人中 他竟关心我 不要去看别人做了什么 你可以变得不一样 你可以走对的路 只有你对了 你的家人才会对 只有你先回到神的面前 可能你的配偶才能够跟着回到神的面前 可能你的父母才会跟着回到神的面前 可能你的儿女才会跟着回到神的面前 你记得太多了 我甚至知道 他是我永远的倪寡 走过的路 有欢笑 有泪水 好不好 尽量把后面的人带到前面来 我要来带他们祷告 所有的招待陪探员 来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带他们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鼓励你陪伴的 你正在关心的人 也一句一句的来祷告 我要来带大家祷告 可以吗 我们请事情帮我们按照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吗 在楼上的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好不好我们一起向主耶稣基督 有一个承认 我要来带大家祷告 现在前面的都停止祷告 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做祷告 现在前面的先等一下 让牧师带着 牧师要带这些站出来的人祷告 我们一起来跟着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来跟着我 如果听不到我的声音 尽量靠到台前 这边还有一些空位 尽量靠到台前来 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 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 我带大家祷告一句 你们跟着祷告一句 只要你同意 只要你同意 这个所祷告的话语 你都可以跟着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今天才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 你是我生命的源头 你是我生命的源头 谢谢你让我可以参加这场聚会 并且明白你对我的心意 我愿意在你面前 谦卑自己 承认我是个罪人 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现在要求你 我现在要求你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所有的罪 赦免我所有的罪 并且我愿意在此时此刻 并且我愿意在此时此刻 接受你的邀请 接受你的邀请 接受上帝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的救恩 接受上帝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相信主耶稣 我相信主耶稣 早在两千年前 早在两千年前 当他定十字架的时候 当他定十字架的时候 是为我而定 是为我而定 是为我而死 是为我而死 我相信 我相信 死后三天 他从死里复活 死后三天 他从死里复活 证明他已经成就了救恩 证明他已经成就了救恩 他现在在主你宝座的右边 他现在在主你宝座的右边 也在为我代求 也在为我代求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 献给这位永生神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 献给这位永生神 神你来用我 神你来用我 你来充满我 你来充满我 不但借着你儿子的血洗净我 不但借着你儿子的血来洗净我 你充满我的生命 你充满我的生命 你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 你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 我要宣告 我要宣告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就是我的智慧 就是我的智慧 我的公义 我的圣洁 和我的救赎 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祂爱我 必拯救我到底 将来 还要接我到永恒的天家里去 我愿意打开心门 让耶稣永远住在我的心里 主耶稣 我要成为祢的门徒 我不但相信祢 我要像祢一样 亲爱的耶稣 请祢听我的祷告 从今天开始 触摸我的生命 向我说话 我就感谢祢 将来我还要荣耀祢 将来我还要荣耀祢 听我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不好我们所有人用掌声来恭喜他们 阿们